镜头前正在调试机器的人名叫黄伟文 是广州一知名凉茶企业的副总经理 但是这位副总经理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 就是口罩生产工人 近日记者来到他的口罩生产车间看到 两台口罩生产机正快速运转 十余名工人正在分检包装各司其职 生产时间是24小时 24个员工24小时去生产 生产量16万一日 黄伟文告诉记者 2月初响应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发起的搭建口罩生产线号召时 他对口罩生产是完全陌生的 通过不断的寻找设备学习技术 他俨然成为半个行家 都是由这个模仿部容忿部模仿部 去三合一组成一个口罩片 这个就是全自动的口罩片机 我们是改良了很多的结构 而导致到它不会再有问题 在这个设备有些小问题里面 我们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比如它会走位 会震动有少许变位 我们都要用一些橡筋暂时性 去固定住它先的 据介绍在疫情发生后 口罩成为稀缺品 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主任 林慧斌了解到 天河区还没有一家口罩厂 于是他在港澳青年之家成员里 发起自建口罩生产线的号召 很快便由港澳青年报名参与 四位核心成员组成了口罩厂创始团队 疫情的初期在二月初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原来在咱们自己的天河区里面 是没有口罩厂的 然后政府在寻找口罩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使用口罩 还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也是跟政府提个建议 发起我们港澳青年 一起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那也是发挥我们港澳青年的一种创业精神 是否可以把一个口罩线可以搭建起来 然后我们跟政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区委区政府也相当的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有四位的港澳青年 大家每人都有分工 有负责设备的 有负责原料的 然后有负责法规的 有负责场地生产的 然后也负责有一些在海外寻找资源的 这样结合起来一起来做这个事 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 目前口罩生产线已正式投入生产 林慧斌告诉记者 他们的口罩厂生产出来的口罩 将主要用于天河区港澳企业复工复产 以及创业港澳青年使用 同时会捐赠一部分 给予天河区内的一线工作人员 在有富裕的情况下 则将推出市场销售 我们看回我们在两月份的 这个二月份的 我们这个一造篮球的一个过程 我们相信在海外 现在也很多也是这样子 然后包括一些华人团队啊 或者是一些 这个海外的一些社区里面的 可能也有这种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 所以对于口罩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的成本也很低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尽一份力量 如果海外的团队 团队或者是一些海外的国家需要的话 那我们作为这个也是港澳青年 可以发挥我们的抗疫 这个一些一份贡献吧 也是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走谎贷的一个事情 一定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 uniqueinhas 这个中国写的 的那些 这种仇武 这些个事 是这个